总有一天会有人 好的谢谢明湘 各位汉原中文教育中心 成人高级绘画第39班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让我们继续回到HSK6A 第二课父母之爱的第16页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要先从词语辨析开始 体谅和原谅 我们要来看看 来分析一下 这个体谅和原谅 它的相同点在哪里 它的不同点在哪里 那在进入课文之前呢 我想先请思琳 思琳 能不能讲一点 讲讲看 讲 关于你认为体谅和原谅 你觉得这两个词 它不同 哪里不同 那思琳哦 这里我们 我们的每一次讨论哦 都没有对错 因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就是最好的练习 所以思琳的答案呢 不管是对 不管是错 只要思琳说了 就是最好的练习 好不好 来思琳加油 好的老师 我觉得体谅是 好像 对别人体谅 对小孩子体谅 原谅就是像 妈妈阿富汗 好像有人对我做错 然后我原谅他 那个是 原谅 很好 很好 谢谢思琳 那个 猪猪 我觉得那 体谅是 可以感觉 别人的感受怎么样 然后原谅是 可以理解 呃 别人的 那个行为是 还是 是故意的 还是不故意的 那种 都很好 呀 都很好 那个 能说 就是最好的练习 紫华 啊 紫华来了 来 紫华晚安 老师晚安 嗯 来紫华 我们继续这个 体谅和原谅哦 好 那 在看这个 进入课文之前哦 老师先讲一点 啊 这个 体谅呢 我为什么 我 为什么说体谅 就是比方说 紫华今天迟到 呀 迟到 同学们认为是应该的 还是不应该的 迟到是应该的吗 当然不应该 对不对 在团队 团队里面 我们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迟到和早退 什么是迟到 就是晚来 什么是早退 就还没有结束 你先走 团队里面啊 为什么 我们说团队里面 不能接受迟到早退呢 别人都准时啊 为什么你知道 别人都到结束啊 为什么你早退 是吗 可是 刚才 紫华在跟老师说 他会迟到的时候 我完全 接受 因为我百分之百的体量 紫华 现在的情况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迟到 一般来说 是不应该的 可是在我的眼里呢 我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我 因为我可以感受到 紫华目前的情况 所以 我理解 他的 所以我理解 他为什么会迟到 他很忙啊 他很多很多很多 他现在在写论文呢 是吗 那个我都不说了啦 他忙得要死 工作一大堆 还有 老师知道 他是一个 不迟到的孩子 他迟到 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我可以 体谅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就今天有一个人 他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能够理解 我能够明白 因为我可以用我的身体 去感受 他的情况 所以呢 我接受 我理解 那原谅很简单 原谅就是 斯林讲的 Mama Afghan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那我 以前说过啦 我想再问一下 我们说 什么是Mama Afghan 这很有意思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真的很有意思 什么是Mama Afghan 接受 接受别人的错误 然后 什么是Mama Afghan 原谅 原谅啊 那什么是Mama Afghan 道歉 对不起 抱歉和对不起的差别 我们以前谈过了 先放一边 那我们先讲 对不起好不好 Mama Afghan 是对不起 Mama Afghan 是原谅 原谅和对不起 我们来讨论一下 好不好 Mama Afghan Dida Mama Afghan Apaka Mama Afghan 可以吗 可以啊 我原谅你 我不原谅你 我原谅我能够原谅你吗 那我们说Mama 可以Dida Mama Apaka Mama 不行 对不对 对吗 而且中文 印尼文的Mama 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Negative 印尼文呢 印尼文Mama 是Positive吗 是肯定还是否定 还是疑问 肯定是Positive吗 否定是Negative 疑问Bertani 印尼文的Mama 是肯定还是否定 还是疑问 肯定 印尼文的Mama 是肯定哦 嘿 中文的对不起 是肯定还是否定 否定 是否定 他有不 印尼文的Maf是肯定 Mafia 中文的对不起 是否定 他否定什么 我 印尼文 Maf就是Mafia 他没有 没有 他有阿公命达Mafsama Gamu 阿公命达Mafsama Gamu 可是中文呢 他在对不起的前面 有一个人 对不起的后面 也有一个人 对不起前面的人呢 是道歉的人 还是被道歉的人 道歉的人 道歉的人 对不起后面的人是 被道歉的人 子华欠我 两万 还没还 15年了 我到Lima Plus 大婚 子华 对不起我 对不对 子华跟我道歉 我是被道歉的人 那为什么说对不起呢 为什么说对不起呢 对 我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对你坦诚 你对我隐瞒 我对你通通坦诚 你对我完全隐瞒 这个对 是 这个对 是 老师对不起小兰 老师对不起小兰 老师是道歉的人 小兰是被道歉的人 什么意思呢 这是对不起 所以 他是否定的 他也有肯定的 如果对不起是否定的 肯定是怎么样 如果对不起是否定据 那 肯定据是什么呢 抱歉 对得起 对得起啊 对得起啊 鸣香 鸣香 8月要离开 SDB了 鸣香 在你孩子的前面 你是鸣香 还是鸣香 你的头是低低的 太高 太高啊 你对得起 你的孩子啊 你对得起啊 你所有 你所有的孩子都喜欢你啊 鸣香 你的miss 你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学生 都那么喜欢你啊 你当然对得起他们啊 你是他们最好的姐姐啊 你是他们教他们中文最好的 他们最喜欢的姐姐啊 你当然对得起他们啊 是不是 鸣香对得起鸣香的学生 是不是 肯定据 对得起 那今天如果我觉得我错了 老师错了 老师对小兰有错 老师站在小兰的面前 老师头低低的 还不高 我对不起小兰啊 否定据 肯定据对得起 我对得起你 我怕什么 我对得起你 我当然对得起你 我没有犯错 我当然对得起你 我犯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不知道 我有没有犯错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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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让你受伤了 我自己问自己 我自己问自己什么 我不知道我对你有没有犯错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让你受伤了 我自己问自己 我是不是 我 对得起你 你 你也可以问一个人 你爱的一个人 你对他很好的人 你对他负责 尽心尽力 结果他做了 对不起你的事 你可以问他 我对你那么好 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 你对得起我吗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我们这个比较起来 没有错了 印尼文的maf 中文是对不起 可是你比较起来 maf他就是maf 中文有对得起 有对不起 有对得起吗 还有sub 看你要subject是谁 object是谁 你比较起来 非常有意思 好 那回到体谅和原谅 因为我可以用我的身体 去感受 你现在感受到的东西 所以我完全的明白 完全的理解 完全的接受 我体谅你 但原谅就是 很简单的 maf 好谢谢 来老师请小兰念一下 那个体谅和原谅的共同点 都是动词 都有给以量节的意思 但一般不能换用 OK 这两个都是动词 就是给以量节 memberikan memberikan pengertian 要啦 saya maafin kamu kan saya pengertian sama kamu maka saya maafkan kamu 对吗 可是不能换用 一般 biasa 我体谅你 我不需要原谅你 你们懂吗 什么是我原谅你 你怎么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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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了 可是体谅 不能全部人都杀了 记得了 所以不能换用 来 不同点 小兰 由 设身处地 为人 着想 即人 谅解 和理解 的意思 前边 可以 加付车 如 很非常等 设身处地 设身处地 来来来 设身处地 这是一句 很重要的 成语 设身处地 是一句 很重要的 成语 你能不能 体谅别人 就看你 能不能 设身处地 为别人想 设身处地 就是 我的身体 在你的情况 今天 梓华迟到了 老师能体谅 因为老师想到 如果我是梓华 我在梓华那样的情况 我也会迟到 比方说 设身处地 梓华迟到了 老师不管 老师批评 你不应该迟到 你不可以迟到 你是班长 你是老大 你是领导 你不可以迟到 我批评你 我 我没有设身处地 为你想 所以我不能体谅你 这设身处地很重要 知道吗 真的 就是我们印尼文 怎么说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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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没有 我认为 社群处地 有 社群处地 为人 想 谅解 理解 那我可以非常体谅你啊 我可以很体谅你啊 都可以 可是原谅不行啊 原谅就是原谅啊 原谅你不能很原谅 不能非常原谅不行 体谅可以 体谅可以 例如 rumah saya jauh dari perusahaan anaknya juga kecil bos saya sangat berempati dengan saya ya bos saya sangat memahami saya memahami kondisi saya ya maka memberikan izin kepada saya boleh masuk kantor terlambat setengah jam chuchu 我的家离公司很远 孩子又小 老板很体谅我 徐徐 我晚半个小时上班 允 允许 允 呀 那个阿万是允 这个是允 允许 就 memberikan izin 呀 允许 你看嘛 我老板 设身处地啊 我老板 他知道我家很远 他也知道我的孩子很小 他设身处地的替我想 所以他很体谅我 允许我 晚 半个小时上班 呀 好 谢谢 还是 还是那个小兰 原谅一 不同点 意思 测重于 意思 测重于对人的疏忽 过事或错误给一亮节 不加责备或惩罚 前边 前边 一般不能加负责 OK 你们看哦 他什么对人的疏忽 疏忽拉赖 过失 格力 不加责备或惩罚 责备呢就是 前面不能够有负责哦 你不能够很原谅 特别原谅 不行 昨天 我没写完作业 是因为 我病了 所以 老师 原谅了我 来来来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 你们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我有错吗 我有错吗 有 我生病 这例子不好 我没有错啊 这原谅 老师怎么说 就是我错了 我错了 我认错 认 认识的认 什么是认错 认 我认错 我认错 然后呢 我认错以后呢 我要 悔改 因为我认错 我愿意悔改 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原谅 你们能接受 我的道歉吗 如果你们能接受我的道歉 请你们原谅我 我错了 我生病 我没写功课 我不是故意的 我病了 所以 我觉得这例子 不是很好 应该是老师体谅 我没有写功课 因为我病了 老师体谅 我没有写功课 因为我生病了 他这不是很清楚 他原谅是 你错了 爸爸妈妈 永远原谅我们 你知道吗 不管你犯再大的错 再大再大再大的错 这个世界上 永远会原谅你的 只有你的爸爸妈妈 你们相信老师 以后你们的爱人 都不可能 你的爱人在爱你 在宝贝你 也不可能和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一定要珍惜 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 每一分每一秒 知道吗 会永远 不管再大再大的过错 永远原谅我们的 只有爸爸妈妈 那别人呢 我们能够得到 他们的体谅 就很感谢了 OK 来 那个小兰 二 可以什么使用 可以重叠使用 什么是重叠使用 梓华 你这个情况真的是 哎呀 如此如此 希望大家能体谅体谅梓华 希望大家都能体谅体谅梓华 重叠 原谅不行 我原谅你就是原谅你 不原谅你就是不原谅 你不可以请别人原谅原谅 我不能 你可以请别人体谅体谅 你不能请别人原谅原谅 所以不能够这样使用 来 那个梓华 梓华 梓华 他家确实有特殊情况 你就提亮提亮他吧 OK 好 谢谢梓华 这里呢 这个 原谅 当然啦 就是你是故意的啦 我也可以原谅你 你是不故意的话 我更应该原谅你 老师解释一下 你犯错了 你认错 你道歉 你愿意改过 悔改 本来就应该原谅你 何况你不是故意的 更应该原谅你 可是意思就是说 原谅 你可能是故意犯错 可能是不故意犯错 总之你道歉 你要道歉 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 来 妈妈 maafkan saya saya bukanlah sengaja lain kali pasti tidak akan terulang lagi 来 来 Seling 妈妈原谅我吧 我不是故意的 下次 一定不这样了 好 谢谢 dia terlalu tidak pengertian terhadap saya ya saya selain kerja juga harus urusi rumah tangga dia kok masih suka mengeritik saya terlalu lama bekerjanya Mishan 他太不 体谅 我 我又要工作 又要做 家务 他还 提ping 我 干得 慢 看得 慢 OK Xiaoli adalah seorang gadis yang berbaik hati juga sangat pengertian terhadap orang lain Chuchu Xiaoli 是个 善良 的 女孩 可能 提亮 别人 来 我们来 讨论 一下 好不好 刚才 老师 怎么样 翻译 善良 baik hati baik hati 所以 我今天 我说 你好 和说 你善良 来 来 那个 明香 很好 明香 baik lo 明香 很善良 明香 menbunai hati yang 这个好 是你做出来的 听老师说 你做出来 你让别人 感觉你好 所以别人 说你很好 你是一个好人 因为你做了好事 你做了好事 别人看到了 别人说 你是一个好人 OK 善良 是打从心底的 善良的人 不一定 做好事 让别人 不一定 你知道吗 可他有一个善良的心 他 看到别人辛苦的时候 他会感同身受 他会设身处地 所以 如果我说 你好 我是看到 你做了好事 可是我说 你善良 我懂 你的心 当然啦 善良的人 也会做好事 可是不一定 他会做出来 让你看到 所以善良 就是一个 一个善良的心 这差别在这里 都是好 可是善良 是好心 善良 她 tidak memulai untuk memperbaiki kesalahannya. 虽然这次我原谅了她, 但她并没有就此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们讨论两个重点, 第一是什么? 这句话, 梓华说的, 虽然这次我原谅了她, 但她并没有就此改正自己的错误, 有两个需要讨论的, 第一个是什么? 是不是已经认错? 有没有认错? 老师, 意思是说, 这句话里面, 有没有需要我们讨论的? 为什么她这样子写? 来, 第一个, 并没有, 为什么她并没有? 这个人没有改变她的新作, 为什么并没有呢? 我就说她没有就好了嘛, 为什么要并呢? 根本, 根本就没有了。 这是我原谅她了啊, 可是她没有改正啊, 可以啊, 为什么要并呢? 为什么要并? 小兰, 为什么并? 为什么并? 因为哦, 我以为, 我以为, 我原谅她, 她会改正, 可是并没有, 为什么有并呢? 我以为她会啊, 可是没有啊, 老师再说一次哦, 她没有就没有嘛, 为什么要并呢? 这个并是我以为她会, 可是她没有。 没有, 呵呵, 那个, 不要我了, 等一下不好, 那个。 子华跟妈妈说去看电影 你们知道吗 妈妈以为子华去电影院了 结果妈妈到电影院 并没有看到子华 子华跟妈妈说去看电影了 那等到妈妈去电影院找你的时候 妈妈在电影院并没有碰到子华 为什么并呢 妈妈以为你在电影院 可是你没有 原谅她 她并没有改正 我以为她改正 她没有 并没有 第二 为什么就此 为什么就此 这旧子是什么 什么是旧子 因为这个 不是 来来来 你不要多我说了 好像我在 我在那个 来来 什么是旧子 这不是因为如此 也不是 旧子 能不能用白话说 白话 用口语来说 用白话 口语 从 从 我 原谅她 开始 我原谅了她 可她没有 好像我认为的 从我原谅 她的时候 开始 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原谅她了 我希望她改正 我以为她改正 我认为她会改正 可是她并没有 旧子 什么旧子 什么是旧子 从我原谅 她的时候 开始 我以为 她改正了 可是并没有 好不好 这样子 好不好 可以接受吗 要讲话 猪猪 来 我们看下面 猪猪 来 这个模仿 例句 写出更多的词语 我们从 从这个河开始 来猪 你写 那个例子 阿克拉 对不起 河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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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 河牧 你看 河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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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拉 河牧 这个 夫妻要河牧 夫妻 司令跟 国豪 要河牧 同学之间 要河牧 河牧 相处 兄弟之间 要河牧 要河牧 河牧 那爸爸妈妈和爱 尤其妈妈 爸爸严肃 妈妈和爱 妈妈很和爱 兄弟和睦 家里才会和气 才会和平 那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什么 有事情 有问题 有麻烦 我们都要什么 心 平 气 和 这很难 我都不行 尤其是工作多的时候 这个梓华 老师希望你能够体谅老师 好不好 老师希望你能够体谅老师 这个 东西多的时候 然后这边追 那边追 这边追 那边追 可是你看 今天 你们看 老师希望 你们能够相信老师 我能上课 我一定上课 今天朱棣博瑟 可是我有空 为什么不上课 可是老师去搬家的麻信 去台湾 去中国 我真的没有时间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体谅我 可是我有 今天是朱棣博瑟 朱棣博瑟 我们要放假也可以 可是我有空 为什么不上课 老师希望各位同学 能够体谅 体谅老师 我也不想 因为我的工作 陪你们一起上课 可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OK 来 下面 朱 脱离 对不起 我先把这讲完 和蔼 我们来 爸爸 一般是比较 严肃 那妈妈就和蔼 一般是这样 一般 那家人之间 夫妻要和睦 兄弟要和睦 你家人和睦 兄弟和睦 夫妻和睦 家里才会和气 知道吗 那和平就是丹麦 和气 是苏阿萨那丹麦 和气是苏阿萨那丹麦 对不对 家里在家里要和气 是不是 那才会和平 是不是 你看这个丹麦很有意思 丹麦 和平跟丹麦 如果丹麦 都好像什么 怎么办呀 没拉大 平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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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多我少 或者我高你低 你大我小 不行 要平 所以丹麦 一定要丹麦 要拉大 平 这很有意思的 中文很有意思的 那心平气和 心平气 遇到事情 有问题 有麻烦 要心平气和 你不能够 是吗 OK 好谢谢 来那个 主 下面 脱离 然后继续 四个了 要写四个了 离什么 他用离来说 离开 离开 马上写 马上写出来 离开 脱离 离开 然后 离婚 离婚 再来 要脱离 没有 离开 毕萨 离婚 再来 还有两个 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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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也可以 分离 不得不分离 不得不分离 一个人要在北京读书 一个人要在南京读书 不得不分离 分离 三个词 一个成语 猪猪 一个成语 一个成语 来 老师给你 那个勾的 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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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猪 你可以开你的电脑 或者手机 你看你的电脑 或者手机 你打那个汉字 你打拼音 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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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拼音呢 是 出来了吗 漂亮 写出来 写出来 先给大家看 成语就是这样 士林知道吗 你写他的 你写他的那个生母 公说难 你写他的公说难 他成语就出来了 他挑拼 拼是拼 离是 勒 尖 是鸡 你就打 他出来了 挑拼离尖 离开离婚 分离挑拼离尖 谢谢 来 下面 请 写箱 无比 无比 等一下 我先问一下 什么是无比 tidak tak terbanding 非常好 非常好 什么是 sangat menderita sakit 痛苦 对 来 你想 什么 menderita 很 痛苦 非常 痛苦 sudah terlalu menderita 无比 痛苦 太痛苦了 痛苦 极了 无比 痛苦 这个 他的副词真的很多 这很有意思 来 米湘加油 用无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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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 你要相信我 无论如何 这一次的演讲比赛 我们不能够 失败 无论如何 来 继续 无聊 无聊 来来来 我们讨论一下 什么是无聊 还有呢 可以 我很无聊 我说我很无聊的时候 是 我说你很无聊 你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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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无聊的人 我让人一生 无聊的地方 无聊 无聊 无聊是什么呢 无聊是没有东西可以谈 没有东西可以说 为什么呢 因为 没有博生 对吗 OK 来一个 三个了 再来一个成语 很多 无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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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中不心 无中不心 写出来 看一下 无中不心 无中不心 无中不心是什么 好像 没有 什么 证书 或者 什么 这样的 东西 我不相信 你哪里学来的 看字典 好 真是好孩子 来 非常好 你讲老师 给米香一个 你去形容一下 你的爸爸 乌 乌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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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永远记住 你有一个无语伦比 世界上最棒的父母亲 知道吗 无语伦比 来 谢谢 下面 吃苦 不要给小兰了 不要给思琳了 那个梓华来 吃吃苦 吃苦 辛苦 吃苦 吃苦 先讲一下吃苦是什么 吃苦是 对 我以前说过一句成语是什么 吃得 苦从苦 方为 吃得苦从苦 方为 忘了 后面有人 好像 对 非常好 吃得苦 中苦 吃得苦 中苦 方为 人上 人 对不对 完成 提高 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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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多少的苦 你吃多大的苦 就能做多了不起的人 你吃不了苦 永远做不了人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太重要了知道吗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你吃不得苦 怎么样做人上人呢 这个中文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们学语言 我们也学很多很多的知识 你要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你吃不了苦 怎么样做人呢 漂亮 来 继续 祖华 辛苦 辛苦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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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痛苦 还有 痛苦和辛苦 来梓华解释一下 痛苦和辛苦哪里不一样 这个痛苦就是 那辛苦呢 一般是来用于 对人 对一个人 对一个已经努力的人来说 工作很辛苦 生活很辛苦 对不对 他生活很辛苦 他工作很辛苦 那吃苦呢就是 就是 再来 最后是成语吗老师 对呀成语啊 老师加一个给你好不好 什么是 生命 很好 生因为 你没有听过一个词 司令听过吗 就有的人哦 有的人哦 有的人哦 你们知道有没有听过 跨名 什么是跨名 其实 对啦 对啦 跨名是跨名 但是 我们没有听到 什么都觉得跨名 但是 我们年龄越来越大 看人的经验越来越多 所以 所以我们不一定懂 所以我们不一定懂 看名啦 不一定会跨名 不一定会跨名 可是呢 我们看一个人会觉得 有的人觉得 一看就是好名 有的人一看 觉得他是很苦 病 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就你看一个人的脸哦 好名 所以我们想弥勒佛 知道弥勒佛吗 弥勒佛 知道弥勒佛吗 不大 他语言 很多 很丰满 是吗 就一看就是好名 但有的人一看就苦病 苦病的脸啊 有的人的脸一看就是好名的脸 有的人脸一看就是苦病的脸 你们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没看过啦 不要跨名 不要跨名 苦命 苦命啊 苦命 就有人的脸就很 一看就苦命 苦命脸啊 OK 来 陈宇 来 子华 你们知道吗 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中药可以长期吃的 而西药你要 照医生的 什么 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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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丹 OK 那我们一般病人呢 我们一般病人 病人哦 吃中药和吃西药 你可以马上让你发现 这个是中药 这个是哪个是中药 哪个是西药 为什么 知道吗 因为中药一定很 很强 苦 很苦 中药都是苦的 来 子华你打 汉语评音 我看我看我看 我来写一下 苦口 良药 真的没有 看看留言 不然良药苦口吧 良药苦口 可以 OK 来 L 耶 卡 卡 对 对不对 L 耶 卡 良药 苦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好的药 你吃的时候 一定怎么样 苦 一定苦 好的药 你吃下去 嘴巴一定是苦的 一定是苦的 所以你知道吗 吃下去越甜的东西 越可怕 越苦的东西 越好 你吃那个糖果 糖果甜不甜 甜啊 你吃那个蜜精 味精 甜不甜 甜啊 都是毒药 不是毒药 都不好嘛 那真的好东西 叫做良药苦口 好 谢谢 来最后一个 炖食 司令来 炖食 时间 时间 时候 时候 时代 时代加慢 时代是加慢 来 很好 时间 是 时间 时候 是 隔地嘎 是 三 阿爸 别大奈 吃饭 时间 隔地嘴 睡觉 时间 什么是 时候 隔地嘎 三 三 隔地嘴 睡觉 不要看书 隔地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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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我旁边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想别人 是吧 所以 时间 是 时候 是 隔地嘎 是 啥 时代 是 加慢 现在的时代 是年轻人的时代 是年轻人的时代 年轻人的时代 年轻人 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点子 更多的 愿望 还有更多的 怎么说 想法 想法 对吗 所以 现在 是年轻人的时代 OK 照一个 成语 时 不 可是 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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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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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老师我在找那个失去的拼音找不到 呃 是 SHI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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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了吗 实不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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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OK 解释一下 时间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非常漂亮 就是我们 来来来来 这很有意思 刚才司令讲说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来来来玩个小游戏 最后一个小游戏了 司令说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来玩个小游戏 这个世界上 那个 那个 子华是拜耶稣的吗 对吗 什么老师 你是拜耶稣的吗 还是拜阿拉 拜耶稣 阿拉拉 都都是 两个都是 你像是拜太上老君 对不对 道马 道马 小兰是拜 菩萨 是吗 小兰你拜谁 你拜菩萨吗 对 是吗 对 对 对 猪猪也拜菩萨吗 对不对 对 好 司令拜谁 拜什么 拜观音 拜观音 那代表我们都有信仰 那你们认为 上帝 上天 给人类 最公平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子华偷笑 别讲 我跟你玩过了是吗 我跟你玩过了 来来来来 如果没跟你玩过的话可以说 来 上帝 你心中不管是耶稣 阿拉 观音菩萨 释迦摩尼佛 你们认为 上天 给我们人类 最公平的一个东西是什么 时间 对不对 是吗 你要老人 要小孩 你要聪明的人 还是愚蠢的人 你是动物 还是人类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一天就是24个小时 一天就是365天 那就是刚才 那个 司灵说的 时 不 所失 是吗 是不是 时不所失 时间 是上天给人类 最公平的一个东西 就看 每一个人 用不同的方法 去利用它 去 把自己想要的事情 在每一个都公平的时间里面 去完成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时 不 所 时 珍惜你的时间 利用你的时间 去完成自己的愿望 谢谢大家 OK 我们录影结束 谢谢